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礼宾府接受专访 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冲出马路 占据龙河道同下缺道 她表示很担心 特别是有年轻人参与行动 我现在这一刻的心情 既是担心 也都很伤心 我很担心见到这么多的青年人 采取这个行动 因为香港一向我们都是很崇尚 一个文明和平理性的社会 其实这条草案是否会继续在立法会大会上审议呢 经过了几个月很有争议性的讨论 是时候应该在立法会 用立法会这个机制 来给不同意见的议员去表达 和反映他们代表的意见 对于香港的悲意 收回还是继续推进 我们的考虑是这样 这件事是有争议性 是无可置疑 解说和沟通有用 但是说她不能够完全消除了这些担心 或者是焦虑 或者是争议性 星期日反修例游行 大逼市民上街表态 不同专业界别 包括律师团体等都反对修例 林郑月娥指 明白很多事情会有争议 要求你下台 其实你见到这样的情况 你有没有试过有一刻去想一想 你做的事还是不是对的呢 我从来没有 因为这件事是有任何心虚 因为刚才说了 我们那个工作的初心 我仍然是坚实认为是对的 不但对受害人的家属有所交代 我现在只能够说有得交代 我不能够答应潘三潘太太 我一定可以让到谋害他们的女儿的嫌疑犯 可以被成之于犯 过往多次提到 鼓励年轻人异症 论症和参症 但就不认同部分人的这次表达方式 如果青年人已经走过了 又采取了行动 你都不给他想要的东西 那又怎样呢 我打一个比喻就是 我有一位妈妈 我也有两个儿子 如果我的儿子每次就是 我就要这样一样 我都只是遷就他 我想短时间我们的母子关系会很好 当这个小朋友成长到 他因为那时候的一些任性 而我去纵容他这些任性的行为 他又后悔 他说 为什么当日妈妈 你不提我呢 他指修丽也为他带来很大压力 包括收到恐吓电话 为了家人安全 已叫两个儿子暑假不要回港团聚 又只针对他个人的批评 大多可忍受 但出了这一句 他说我卖港 我怎么去卖港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 我和所有香港人 一起在这里的成长 我对这个地方的爱 令我作出了不少个人的牺牲 我本来说轻松 我说轻松的部分 就是你知道我家里 有一位不理正事 甚至不理世事的老公 林先生 他对这两个字都很有意见 但他的说法呢 就是说 他说你怎么可能卖港呢 但你真的有个问题 你做了行政长官之后 你就卖了身给香港 我说你怎么会不会是 你怎么可能卖港呢 我说我最后能卖港呢